9月26号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全球抗议与国际传播论坛在浙江乌镇举办 中外嘉宾围绕全球抗议与国际传播主题 集中探讨了全球抗议背景下 如何加强网络国际传播合作 坚持科学理性 坚守公平正义 广泛凝聚共识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赵泽良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叶周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家明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赵泽良指出 要有力有效加强网络国际传播 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抗议故事 他表示要坚持宁心注魂 深入阐释中国抗议的精神价值 要坚持基着阳青 广泛凝聚团结抗议的国际共识 要坚持守正创新 着力提升抗议传播的实际成效 要坚持同心同向 积极汇聚国际传播的强大合力 面对新冠疫情 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 加快构建 关于抗议的中国话语 和中国细事体系 彰显中国实践 中国理念 对破解世界抗议难题的重要价值 不但提升国际共鸣点 思想认同点 道义感召力 赵泽良说 要顺应国际传播格局新变化 更好利用各类国内国外互联网平台渠道 更好发挥互联网在发布信息 分享经验 凝聚共识 化解恐慌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改进话语表达的新方式 方式 用好网言网语 围绕国外网民 关心关切 多用他们听得懂 听得清 听得紧 听得近的话语 讲好中国抗议的经验 做法 成效 要用好网络传播的新手段 拓展展视频动画直播等传播形式 用好5G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 持续推出新形式 新形态的融媒体作品 更好满足国内外网民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 结合政党外交工作实践 郭叶周在致辞中表示 全球抗议背景下 国际传播应传播事实真相 而不是政治谎言 应传播团结友爱 而不是分裂对抗 应传播共同价值 而不是意识形态偏见 他提到 国际传播应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 沟通情感 弥合分歧 增进团结的纽带 而不应成为鼓噪分裂对抗的喉舌 地缘政治的工具 或滋长冷战思维的土壤 国际传播应积极地传递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抗议理念 弘扬和平 发展 公正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抚平疫情造成的社会焦虑 和思想动荡 各国因尊重 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 携手抵制 种族歧视 和意识形态偏见 推动人类社会尽早地走出疫情的阴霾 赵家明在致辞中表示 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方面 要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 采用贴近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区域化表达 分众化表达 努力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 也听得进去 不断增强国际传播的清和力和时效性 我们充分用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成果 加快向互联网组阵定挺进 更多的通过互联网发声 同时要深入国际舆论腹地 开展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 形成全天候 全媒体 全球化的国际传播格局 努力让全世界都听得到 也要听清楚中国的声音 作为论坛主办方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璐军在致死中表示 在全球抗议的国际传播中 既要陈情还要说理 一丝强弱在于利 千秋胜负在于利 在全球抗议的国际传播中 光有陈情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说理 陈璐军以中国新闻社大型学理型融合报道专栏 东西问为例指出 着力创新话语表达 注重陈情与说理相结合 兼顾理论与评论 积极探索建立既体现中国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念 又能为外国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本次论坛设置守望与担当 全球抗议中的命运与共 理念与实践 全球抗议中的中国叙事 谎言与真相 全球抗议中的国际传播三个篇章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事江承熙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 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 乌合麒麟主创富裕 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副总裁魏克燃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阿赛 英国视频博主司徒建国 意大利网红博主瑞利等 来自中国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意大利 韩国等国家的嘉宾 就相关议题发表了演讲 论坛过程中 国际金融论坛联合主席 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国前总理韩生珠 奥地利前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里 香港中文大学 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等国际政要和知名人士 通过视频致辞或全球连线的方式 分享了观点 本次论坛由中国新闻社主办 中国新闻网等协办 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国内外主流媒体负责人 传播学者 互联网企业高管 中外网红等百余位嘉宾参加会议